现在我们来重温一下荡面的施工程序 混凝土地面在铺做水泥沙浆之前 要先刷一层请工程师同意食用至Bonding Agent 或者高浓度之水泥浆 做粉面地面须一磨刀反复挤抹沙浆面直到表面平滑 做粗面地面就用木磨板来回反复扯磨至地面平顺 室外楼梯地面两边要做斜水及两边要做浅渠 地台抹光做滑面效果 要等第一轮光面有适当凝固 才可以做第二轮光面工序 地台抹光做扫面效果 要等第一轮光面有适当凝固 工友要用钢丝扫把或竹扫把将地台面顺纹路扫 洗水10米地板半色粉要按照工程师批准着样板成分比例半过均匀 一定要用条斗筛来过筛 要有足够分量备用 不同颜色的10米要半均匀后装入袋备用 用抹刀拍膜平顺这个程序 主要是将实力表层挤压密实 均匀及平滑 大石卵地面要先是做一小幅样板 以确定预留的厚度 铺墨水10米地面的标准 以全部10米都均匀露出视为合格 在建筑工地里所有的工序 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勤心合力 上下一心 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 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份内饰